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沾别人光灯上CCTV 网友,都是光芒四射的人 近日,坦坦发现在央视CCTV7军迷航天下节目里看到了肖战的身影 原因是这个节目在科普军事小知识 在介绍墙之时出现了顾一野持枪的镜头 网友戏称肖战沾别人光灯上CCTV 而那个人就是王牌部队里的顾一野 可以说角色是肖战的一个分身 还有,不仅CCTV7中采用了这个镜头 连新闻传播中心中国军事网官微科普56式冲锋枪 也用了顾一野的持枪镜头 不得不说,在肖战的演绎下 顾一野真的完全出圈了 近日,在央视出现的顾一野的一幕 对于追剧的观众朋友们来说真的是惊喜 而且王牌部队自开播来热度一直不减 看到观众为了弥补顾一野没看到初恋穿上他买的红裙子的遗憾 纷纷穿上红裙子,在DY掀起为顾一野穿上红裙子的狂潮 更有中国人民解放中南部战区官微征兵广告 直接打出顾一野喊你来当兵 由此看来,肖战饰演的顾一野的形象得到真正的军人和部队的认可 看这句话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这么自觉自律 因为他强大的内驱力 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扰乱 不会被排挤打压所摧折 因为内心强大和明晰的信念支撑 就根据这点来说 故意也不就是肖战本人吗? YLQ圈很多人都会趁着红了捞块钱 肖战更多的是想拿出好作品证明自己 而且他对自己的要求高 为此一直努力磨练自己 一直在成长 下一次露面更加精彩 内娱顶流的尊严是勤勉 肖战值得喜欢 肖战这个人自律到让人可怕 这种对自我绝对苛责的态度没有几个人能做到 当初说是平头的时候 贪贪担心了好一阵 怕不好看大家接受不了 结果野子哥太上头了 拍王牌也很担心 因为和之前的戏路相差太大 结果呢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故意也 他永远给到的是超出期待的他优秀到 让我忽略了他是一个才出道没几年的艺人 从青年演员到国民艺人 自身的演技为肖战带来底气 演员肖战在表演上有强大的可塑性 拥有无限潜力和无限潜能 足以在不同类型的剧集中游刃有余 肖战本人的清醒低调 不断打破自身舒适区接受新的挑战 也注定他的演员之路会越走越宽广 期待玉谷瑶与余生请多指教开播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再见吧 如果各位小伙伴喜欢我的话 可以点个关注再走呃 我每天都会更新的哈 多家关梅丽艇报道肖战新剧 这种特殊待遇太给力了 肖战新剧王牌部队刚结束没多久 就纷纷获得多家关梅丽艇报道 这种特殊待遇太给力了 许多粉丝观众看到这一消息 都激动不已 觉得自己喜欢肖战太荣幸了 不得不说 肖战在剧中饰演的顾易也 顽强拼搏 责任担当 妥妥的把粉丝观众感动到了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在新剧王牌部队中的表现 体现出了中国军人不忘初心 勇于担当 顽强拼搏 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 也体现出了顾易也的家国情怀 传递的不仅仅是满满兜正能量 还有不如使命的爱与呵护 尤其是牌长为了顾易也牺牲之后 顾易也更是肩负起了照顾阿秀和小飞的责任 还跟阿秀结了婚 这种剧情就算是放到现实生活中 也非常感人肺腑 尽管顾易也与阿秀只是剧中人物故事 但是作为粉丝观众的我们都能感受到顾易也 对阿秀与小飞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 肖战正式将这份责任担当扛在肩上 才把顾易也这一人物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 唯妙唯笑不禁让人惊叹 肖战就是剧中的顾易也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肖战的演技 值得大家肯定和认可 也正因为如此 肖战新剧王牌部队获得了多家官梅力挺报道 还不断夸赞肖战 肖战是为荧幕而生的好演员 有一股射人心魄的人格魅力 更是演绎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有帖粉说 演绎娱乐圈有肖战才值得期待 倘若没有肖战自己也不会入圈 关注了解娱乐圈的事情 可见肖战的性格气质已经在粉丝观众心中形成了良好的印象 也正是这样才让粉丝观众对演绎娱乐圈有了盼头 近日肖战多次接受媒体专访 离不开的话题就是肖战的顾易也 从顾易也到肖战 谈了很多内容都值得思考 在采访的最后 主持人询问肖战希望未来是什么状态 对此肖战用两个字来总结 可想而知肖战真可谓是人间清醒 不自嗨 这样的肖战怎能不成功 我们又怎能会不喜欢呢 原来当肖战被问及未来是什么状态 肖战直接用平静二字来总结 不焦不躁 努力上进 发现自己的问题 找到自己需要进步的地方 然后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前进 这是肖战未来的状态 也是发展方向 作为粉丝观众一如既往的支持和信任就可以了 跟着肖战向阳而生 不断努力一起加油 成长 你的人生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惊喜和美好 两部剧遭雪藏后 网传杨子主演的顶级大剧要来了 男主是一线顶流 路漫漫其修远西 无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 人生没有坦途 有的只是弄巧成拙 随时而来的霉运也让人哑口无言 能做的只有顺势而为 脚踏实地坚定不移地往前走 才能在逆流中激流涌进 娱乐圈的竞争是激烈的 有的明星可以一夜爆红成为顶流 有的明星也可以一夜沦为胡咖 每走一步都如履薄冰 但为了不滑倒只能颤颤巍巍的孤独前行 杨子作为近几年炙手可热的小花 每一部作品都饱受关注 可近两年明显水逆 拍摄的很多作品都因为某种原因 不能和观众见面 导致杨子的热度和曝光度明显断层 这对于一个当红的演员来说是十分致命的 也几乎让自己付出的努力打了水漂 但杨子只能顺应市场 不过这段时间 网传杨子主演的顶级大剧要来了 男主是一线顶流 看来杨子将强势归来 近两年来随着对待劣迹艺人的规范化和程序化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官方对于劣迹艺人的惩处是很重的 几乎抹去劣迹艺人在互联网中存在过的痕迹 所有相关的作品都被坐下架处理 带播作品也没有了播出的可能 这对于劣迹艺人来说是最有应得 但对于其他合作的艺人 以及工作人员来说是无辜的 但这就是优胜劣汰的结果 明星对于这样的状况也是束手无策 只能在往日接洽资源时 尽量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 这也是唯一能做的事情 杨子作为童星出道的演员 其凭借情景喜剧《家有儿女》被观众们所熟知 灵气又带有个性的演技给人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而杨子也就此爱上了表演 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 正式成为了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 在这之后杨子拍摄了不少的热门影视剧 比如《花飞花》 《雾飞雾战长沙》等等 虽然没有给自己带来很高的热度 但为杨子的走红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016年欢乐颂的开播 让观众认识了单纯热心 又总是犯迷糊的邱盈盈 杨子颇有一种我家闺女初长成的趋势 古装神话爱情剧《香蜜沉沉浸如霜》 成为了现象级的爆款剧 女主杨子和男主邓伦更是 一月成为了当下炙手可热的顶流 而杨子的名气和知名度显然又上了一个台阶 直到亲爱的热爱的的开播 才让杨子彻底退去童年的滤镜 成为了又一个国民小花 爆红的杨子也成为了收视率的保证 他先后拍摄的《青三行》和《余生请多指教》呼声很高 都是为波先火的爆款预定剧 但两部作品均无法和观众见面 《青三行》因为男主的原因可能面临换人重拍 但因为本身的投资就很大 如果选择重拍 只会让成本更高 整个剧方在赌一把和及时止损中犹豫不决 而《余生请多指教》作为杨子和肖战合作的浪漫爱情剧 观众群体十分庞大 但播出平台一直拿捏不定 经历了一次定档又撤档的乌龙事件 让观众失去了等待的耐心 这两部剧不能如约播出 也就意味着亲爱的热爱的播出之后 杨子几乎两年的时间里没有电视剧作品上新 前段时间杨子的新作品《女心理师千呼万唤史》出来 口碑很好的情况下 热度却非常一般 这对于演员来说 是很正常的事情 毕竟一部剧火包含了多重的因素 目前杨子代播的作品有三部 分别为《余生请多指教》《青三行》 以及《沉香如谢》 对这些剧抱以期待的情况下 杨子的新作品也将重磅来袭 那便是航空题材的主旋律电视剧《苍穹之北》 早在去年《你是我的荣耀》中就加入了航空的元素 讲述了航空工作者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 但依然坚持梦想的故事 虽然主线是以男女主角的爱情线为主 但航空部分依旧看得人热血沸腾 此次杨子将拍摄的新片《苍穹之北》一样令人期待 该剧讲述了航天工程师安福成 吴童和天才程序员夏飞雪 一同参与到北斗工程之中 克服重重难关 最终实现爱与梦想的故事 在确认杨子成为女主的情况下 男主的人选一直没有确定下来 早在之前杨子在接受采访时职言会 十分注重合作的演员 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会导致剧连播出的机会都没有 网传男主由一线顶流张一星来饰演 不少网友抱以期待 毕竟小猴子、小绵羊的组合早已深入人心 但很多人担心张一星的演技会拉胯 实则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 不管是早期的老九门还是前段时间的早黑风暴 张一星都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可能很多观众对唱跳剧家的歌手持有偏见 认为他们演不好戏 但张一星却通过几部实打实的作品证明了自己 不过目前该剧的男主角还没有正式官宣 究竟花落谁家还需要时间来等待 杨子如今充分吸引了两部雪藏剧的教训 在保证合作演员正能量的情况下 也开始接洽一些主旋律的电视剧 虽然偶像恋爱剧非常有观众源 也有大爆的可能性 但充满的不确定性有太多 所以进行转型是杨子目前首先要做的 杨子同兴出道 在娱乐圈中的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 才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很多观众认为一个明星的爆红是偶然 可杨子的爆红是必然 是一步步通过角色让观众们认识他 从曾经的下雪完美蛻变 虽然目前杨子的两部剧可能永远被雪藏 但杨子没有止步于子 相信未来的他依然可以给观众们带来更多的好作品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